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大家應該留意到我很少化妝片會帶這些手飾 因為之前合作過的一個品牌,Anna Luisa 他們將來 Black Friday 會做一個公開 如果用我的一個標誌,我會放在info bar 就會有25%的售價 我自從跟他們合作過後,都蠻喜歡他們的理念 首先他們全部用回收金 而且他們都算是一個品牌,但以一個較便宜的價錢 大家可以買到這些小精品的飾物,我覺得都蠻好的 而且他們所有包裝都是清潔的 我今天帶了的耳環是金色水滴形耳環 頸鍊方面會是珍珠頸鍊 你看到它的鏈都是有細節的,一個圈一個圈扣著 長度會在鎖骨對落一點 然後手鍊會是這條很精緻金色花花 它的手鍊可以套裝賣的 它的頸鍊也是有這個花花圖案 我先帶給大家看 頸鍊的長度最短是可以做到鎖骨鏈 因為它後面有三個不同的圈 就可以調校長度 其實這樣也不錯 讓我帶著它拍完這條影片 現在都開始臨近聖誕了 今天的妝容我想嘗試 我沒試過的 整個妝容都是用這一盤 TOOFACE的GINGERBREAD SPICE盤 去化所有的眼影、眉、胭脂 我試一下吧 可能最後這條影片是失敗的 但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測試一下這一盤 可以做到這件事 一樣都是遮蓋了客眼圈 我想我都沒試過這樣掃眼 去介紹一個飾物給大家 我想大家都沒看過這樣的影片 我說完完全忘記了 要介紹這盤palette 我買回來之後 我用過兩次 我本來是想試用鮮色一點的顏色 去化眼影 但我失敗了很多次 所以我今天應該會化一個大地色 然後用不同的鮮色 可能做一些胭脂 或者一些highlight 我現在嘗試用這個深啡色去畫眉 顏色好像很紅 哇 超級紅 如果頭是比較金灰色 原來這個也不適合 但它的滑眉其實是蠻滑的 大家看到那些顏色是柔和的 但是是上色的 大家看到我其實不是用腳架的 我是用很多個箱子去堆自己的相機 我們用這個cookie crayon的顏色 做一個打底 我覺得就這樣塗這個顏色 可能加上臉色已經很漂亮 它雖然是粉狀 你塗出來好像creme狀 但它的光線 光澤是超級漂亮 這個啡紅色的閃粉 很漂亮 我們用它來blend開眼睛 所以這陣子如果心情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就會網上購物 我都一直在等著這個blad friday 其實blad friday是甚麼時候呢 就會是11月最後的一個星期五 就是外國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我沒有特地去做一個研究 為甚麼會是做一個大減價 但是我平時買東西的外國網站 那個星期都會做一些優惠 例如我自己經常買的savages.com 它平時買的已經大約是香港買的7折 所以它賣賣不多 它每年只有9折 但是你再9折的時候 就等於香港買的差不多6折 所以就會變得很高 另外就是我經常買的Colorp 這個牌子也是會做 typeof technical's 和икаfriday的優惠 他們通常都是會有7折 然後最好的就是 他們不需要50美金嘛 也可以運用ithe度 我不知道今年會不會和你一樣 始終他們還未公佈 但是呢 往年也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用這個Half Bait的比較金色 比較橙金色的顏色去畫在眼頭的位置 好像蛋黃這個顏色 好像鹹蛋黃 好 我們之後塗Mascara 然後做到一個小考驗了 我想試用這個Soft and Sweet的顏色 但我的手是有這麼大 看看我能否沾到這個顏色 然後做一個胭脂 因為我發現這個顏色 在我的眼上出現是非常不適合 但如果它做胭脂應該會多美 它是這個粉紅色 很甜蜜 很適合這些貴姿性用 不過這些眼影色 你做胭脂要小心一點 特別是TOOFACE牌子的眼影系的顯色 會太大力 就會變成超級無敵 之後因為眼妝比較偏橙 我就會用這個In a Pinch的顏色 喝一點點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Lake the Spoon的顏色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highlight色 無論你用來打亮眼頭也好 用來打亮眼頭也好 用來打亮眼頭也好 其實都很適合 我覺得都算成功 是真的用到一盤眼影 已經完成了 整個妝 好 最後就塗上唇膏了 這個之前也介紹過 是一個不需要用鏡 都可以塗到很漂亮的唇膏 而且顏色也很適合這盒的眼影盤 我自己覺得 好了 我就化完妝了 今天我覺得不需要塗頭 我覺得就這樣紮扁 也挺好看 這個妝 本身這一盒 原本就已經落入了一個 覺得不需要買的一個palette 但是今天我完全對它改觀了 它又不是薑餅 但是有一點曲奇味 是很討好的 有驚喜的 我沒想過妝效 我沒試過的 其實都真的挺漂亮的 它的粉質 完全是不會輸給一些胭脂的粉質 或者highlighter的粉質 希望大家都很喜歡 這一類型的妝容 我不知道會不會燒到你們 因為如果我沒猜錯 Sephora應該是Black Friday 都前前後後的日子 都應該是會有折扣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覺得我都很想要 其實聖誕節買少許東西給自己 開心一下 都可以去Sephora 或者是我在Selfridges那裡買的 但我不知道買完了沒有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限制的東西 都會很快沒有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而且如果你對今天這些飾物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覺得它漂亮 或者有時候想要一些飾物 在不同的場合都可以帶到的話 我覺得Anna Luisa這個品牌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始終它不算很貴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都記得去InfoBoss那裡 看看公開公開 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6時到3時 同時是1時到12時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影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